由香港导演许安华指导的电影《第一炉香》 即将于11月25日在香港上映。 此前,这一部改编自张爱玲成名作的影片 在中国内地上映后就一直争议不断。 剧本改编过度、选角不贴合原著等, 因前两次指导张爱玲作品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三顾张爱玲,74岁的许安华无疑承担着过高的期待。 日前,她在接受中芯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如今的她已能坦然接受外界的评价。 她直言,张爱玲是一位非常理想的作家, 但三次拍摄经历于她而言已然足够。 我估计观众也不会想我再拍第四次了。 然后我有限的机会能拍戏的话, 可能也不敢再拍张爱玲了, 让年轻的别的导演有新的想法拍可能会比较好。 我觉得她是我心目中一个不是完美, 可是非常理想的作家, 因为她忠实地表达了她看到人性的, 从最黑暗的方面, 跟各种各样的关系都其实非常大胆地冲破了好多偏见。 另外就是对于外界的评价吧, 我还是蛮平心静气的, 就是如果是批评的话, 我会好好地听, 如果觉得她们对都会改进, 如果觉得她们不太对, 那我也就不管了,这样子。 六座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三座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这一获奖记录在当下的华语电影界至今无人打破。 2020年, 许安华又荣应威尼斯终身成就金师奖, 成为全球获得该奖项的首位女导演。 种种奖项等身, 足以证明许安华在华语电影圈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然而时至今日, 这位导演依然保持着一份对职业的谦逊与敬畏。 所有导演都照顾的, 所有导演找不到钱照顾, 找到钱不知道怎么拍照顾, 然后拍完以后拍不好又照顾, 所以这个是当导演的就是永恒的那种心情, 所以我觉得这不过是我们的生涯里头必须经过的东西, 里头有他的成绩成就, 也有他必须付出的代价, 比如像你说的人家批评, 这是我们生涯里头必须接受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当导演吧, 你必须得把那些好的跟不好的都要接受, 所以如果说我很特别, 我就觉得这不过是我的本分。 作为上世纪70年代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弄潮儿之一, 1979年, 徐安华的大荧幕处女作《风节》, 让这位女导演在同位影人中顺利出圈, 于如今活跃影坛的徐克、吴宇森等人一道, 见证了半个世纪以来香港电影行业的兴衰与发展。 我只能说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兴奋, 就是拍戏部分热烈, 然后大家都讨论的特别热烈。 有点像你看见一个东西, 你就往前冲, 你不管整体效果跟最后的后果,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你有经验, 很多事情你就不用做, 你也知道是不行的, 所以少了很多乐趣。 入行以来, 指导影片三十多部, 回顾初心, 徐安华显得从容而淡然。 我是个影迷, 我只是到电影学校, 真的是抱着要知道一下电影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那么我一回香港也很幸运找到一份工, 可是那个时候香港刚是电视台开幕的时候, 需要很多人, 那么我们就被争取, 一去就当导演了, 然后一直走, 没有停过, 都是当导演, 所以是, 其实是有点, 怎么讲, 因缘忌讳, 而不是我刻意争取的。 如今, 虽已迈入古兮之年, 这位导演依然精力旺盛, 连日来, 他奔波于两地之间, 拍摄、宣传、受访, 一刻也未曾停歇。 在他看来, 近年内地与香港电影市场互相促进和影响, 共同推动了华语电影的发展, 而近中国内地也越来越成为 令全球引热的巨大电影市场。 应该是大概2000年的时候, 或者是之前90年的时候呢, 夏儿能对电影市场的把握, 跟拍动作片是有特殊的研究。 然后呢, 有很多人来到带动了这里的武打剧吧, 就是, 可是到今天吧, 我发现那个国内的市场, 跟那个电影市, 特别懂这些了, 已经。 然后, 因为它的产业庞大, 这个进步是巨大的。 因为, 好多人看电影吧, 在内地, 那么这个市场非常大, 那这个观众基础也非常大, 那么, 全世界都在争取这个市场。 华语电影如何走出去, 是华语电影人永恒的话题。 在港大修习文学的经历, 让徐安华对电影艺术 抱持着独有的文学情怀。 在他看来, 电影是传递文化的优质媒介, 而传播文化亦是华语电影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道路上的重要使命。 我觉得电影是一个非常好传递文化的媒介, 因为它是全方位的。 一部电影里头有音乐, 有声效, 就是给人家的印象就是深入其境嘛。 偷向的东西是特别感人于无形的。 文化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无形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介绍文化的媒介。 如今的徐安华依然奔走于片场、影院和演播室之间, 电影和创作仍是他生活的主心骨。 于他而言, 女人其实正是黄金时代。